我還記得吧,差不多台灣的那個電視有一段期間 就是從1993年以後到2000年 這段期間它非常流行的那個靈異節目 從早期的玫瑰之夜 然後到後來的什麼靈異追追追啊 神出鬼沒 那我今天要講的故事呢 它其實是跟神出鬼沒 它是出現,這個故事是跟神出鬼沒的 在1998年的紅衣小女孩有關 好,因為大家應該記得那時候1998年的時候 有出現過這個紅衣小女孩這個節目 有一群人他們是一家族 他們在台中大坑的風景區 然後在那邊爬山然後遊玩 然後在回城的時候就有用V8然後再拍 那家族每個人下山的時候就比YA 像這樣YA 然後呢 就其實他們在拍完這個V8的時候呢 沒有想太多 可是呢 就在這個他們拍完之後沒多久 他們家族有一個男的就往生了 其實他們當初也沒有想到那麼多 欸,往生嘛 就在整理營運物的時候 在拍V8的時候 突然在最...因為每個人都這樣 YA 就是一進過鏡頭就比YA 然後突然在末段的時候發現 欸,怎麼有一個不知名的小女孩也錄了這個鏡頭 然後,而且他們大家都覺得很習慣 因為完全沒有遇過 沒有...當時沒有看到這個小女孩 然後他們還有發現另外一點 也就是這個 是往生的這位男子呢 他出現在鏡頭 然後 他嘴巴是有咬牙 突然有一個咬鬼牙出現 好,那這個節目在當時呢 他造成了很大的轟動 他多轟動呢 這個節目我記得應該是 欸,靈異追的還是 神出鬼沒 神出鬼沒 神出鬼沒這個節目 然後一播出來之後 我熱烈不斷 之後有一段時間嘛 每個禮拜神出鬼沒 都是探討這個話題 然後搞得人心惶惶 那我呢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他其實是跟紅衣小女孩有關係 好 日期時間是2008年了 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 那時候我大二 我就是大二暑假 然後我跟我一個朋友 我那個朋友呢 很好玩 他其實是我 國小同學的國中同學 那一開始我們是認識 沒有交集 後來慢慢的 就是從 借我朋友的關係 然後我們慢慢就 欸,認識 然後會一起出來 然後打籃球 然後等等的 那那天我還記得是 2008年嘛 暑假 我就大二 那我跟我這個 就這個朋友 他就 我們去中小打籃球 然後打一打累了 然後就在那邊喝飲料 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啊 他突然 那時候好像是鬼月吧 欸,鬼門剛開 他就問我說 欸,小劉小劉 你相不相信有鬼 然後我跟他說 當然我相信啊 怎麼啦 他說 其實我有個事情 我就一直在馬來西里很久 然後我跟他說 欸,什麼事情 他說 欸,你有聽過 穿紅色衣服的鬼嗎 我說 什麼紅色衣服的鬼 然後 他說 這個事情 蠻邪的 就是我們曾經 我跟我朋友 台積電同事 曾經在 展化 遇到什麼 遇到 欸 那個紅衣女鬼故事 我說 是喔 我聽過紅衣小劉 欸,對對對 就是類似這個 蛤 我就嚇一跳 你也遇過紅衣小女孩 不要鬧好不好 這我想遇都遇不到 然後他就跟我講 你不要 他說小劉 你不要在那邊開玩笑 我現在想這事情 我全都在拔毛 我就說 好,你叫來聽聽嗎 然後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那時候是因為 他台積電同事 他們去展化 然後先去 彰化師 然後又去哪裡 又去鹿港 然後從鹿港回來的時候 然後他跟我說 那時候還是白天喔 太陽正要下山 他們兩個開車開車 我朋友開車 我朋友開一開之後 因為他從右邊嘛 右邊要往回台北 然後 他跟他的另外 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那時候剛好遇到塞車 然後他們就不自覺在那邊聊天 突然 兩個就不約而同的發現 在右邊喔 道路的樹林旁 就是那道路嘛 旁邊有樹林 然後樹林就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在抖 他們就看 一個穿著紅色衣服的 好像是小女生吧 然後 那個女的 她用一個很奇怪的姿勢 就是 就是 類似八家這樣的姿勢 這樣走 而且速度很快喔 然後我的 朋友 跟他的那個朋友 那時候其他不以為 這就怪怪的 然後就 開車 又不塞 又往前看 他們就看一看一看 開了沒多久之後吧 然後突然呢 他們就往 這時候他們 就往左邊看 就靠腰 欸 我左邊 怎麼剛剛又有一個東西 這樣走過來 而且是剛剛他們看到的那個 那個小女孩啊 他們兩個整個嚇到了 然後我那時候 我朋友就問 他就 欸 他就三次經過 欸 你娘 你有沒有看到 左邊有東西 他說 然後 他駕駛座那個 後座客人說 你娘 你往前看 不要不要講話 然後這時候 他們兩個就很緊張啊 然後他跟我說 那時候是太陽 已經要下山了 而且現在還有還有夕陽 然後他就說 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聽過 看過原始戰 因為那爆炸 原始戰 爆炸那一瞬間 空氣會瞬間凝結 然後我朋友說 那時候感覺就很像是那種狀況 他說 那時候空氣瞬間凝結 然後糟糟 就感覺像靜止 然後他們也不敢呼吸 然後 然後 我後 我朋友後座的那個朋友 就說 你娘 你往前看 不要看 然後他們兩個就一直發毛 然後就全身發毛這樣 就是 就是 你就感覺到好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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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絕對不是人啊 結果兩個就嚇一跳 後來他們回台北之後趕快去拜拜 那我朋友在跟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邊講 他全身就起汗毛 因為我朋友他是無神論者 他說他從來不相信這樣有鬼 可是經過這一次他又覺得 這個東西絕對不是人 那我就跟他說 你去看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像現在什麼 就是YouTube才剛流行沒幾年嘛 08年 他說你去看,搞不好看紅衣小女孩 那我朋友就說 這個事情呢,他其實百是不想提的 因為是 怎麼講 剛好我那時候有跟他聊到這相關事情 他就說 其實有些事情 你不得不信邪